但是你没有一个陈晓东你试一试 啊 是吧 现在一千多他在我这里学的差不多了 他觉得他翅膀硬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在我身边啊 知道怎么去卖货了 知道怎么去奖品了 知道怎么去直播了 知道怎么去拍视频了 然后现在翅膀硬了 然后就要说告我了 是吧 你有多大能耐吗 你说要他铺产 他说很搞笑 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就会让他感到危机感 好不好 在一个星期 在十天之内 我会让他的公司 非常的不顺 这个事件上真的 就是这么的奇怪 坏人永远 说自己是好人 好人永远在别人的口中 就是坏人 这个事件多可笑 可不可笑 这样吗 可不可笑 坏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捏人设 我是一个好人 我怎么怎么样了 是吧 我成就了他 我拿了钱 把他培养出来了 是吧 然后他现在 就是 他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怎么形容呢 就是现在就是叛徒 是吧 我花了那么多钱 把他培养出来了 他现在不给公司挣钱了 他就是怎么怎么样 是吧 把自己说的多好啊 自己的人设多好啊 是吧 错的人永远都是主播 错的人永远都是对的人 知道不 我就问你嘛 我 我在直播间里面提提一下别人啊 你先不要弄 不要弄 我先我提一下别人啊 就是那个 如果有他的粉丝在直播间里面 你们不要怪小冬啊 我提一下别人 一线东 他是一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是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有钱人 是吧 但是你们觉得他的格局大吗 啊 呃 我提一下别人啊 我说一下阿子 阿子啊 我知道他没有上过学 是吧 没有读过书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也没有钱 就只是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一线东 他老是抓着别人不放 是吧 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一直逼 是吧 把人家逼到 无路可退 你觉得他有格局吗 一个老板 这样子你们觉得有格局吗 来这部间 给我打一波正能量啊 刚刚给你提示了 刚刚给你提示了 对呀 是不是 你说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农村女孩 她能做出来什么出格的事情 是吧 谁能带她挣钱 那她就跟着谁呗 说白了啊 说白了 像我们这些主播啊 说白了 像我们这些主播 就是直白一点 就是别人赚钱的工具 认不认同 认同的全部给我打个认同 你不管是阿子也好 我也好 任何一个主播啊 都是公司挣 挣钱的工具 你哪一天你不给公司挣钱 你就是叛徒 是吧 而且一行动 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是吧 亏了钱吧 亏了钱之后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我一个人身上 他说我让他亏了这么多钱 真的 我的哮喘都出来了 真的 有一些事情啊 我都是 看在眼里的 家人们 我认同 我认同 小多说的话的 全部给我打一个认同 认同的话 全部给我打一个认同 不认同 不认同 认同是吧 认同 那我再问你们一句啊 小冬成就了这么多的网红 让这么多的农村孩子 农村女孩 成为了网红 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有了一席之地 我有没有功劳 啊 有没有功劳 我问你们 咱这不先说一家吗 咱们就只是自家人 聊聊天 是吧 啊 有是吧 那我问你们 如果没有我陈小冬 没有我陈小冬 这些沙里面的这些农村女孩 谁会认识到她 谁会 谁会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是不是 啊 如果没有我 没有我把这些账号做起来 谁会认识 山里面有这么一些女孩子 有这么一些男孩子 谁会认识她 只有她爹妈会认识她 只有她的亲戚朋友会认识她 互联网绝对不会认识她 在直播间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认识那些人 我说的是实话 家人吗 对不对 在厂里面打螺丝 农村里面女孩子啊 是吧 打工吗 厂里面进厂打螺丝吗 是吧 一个月不就五六千块钱吗 是不是顶多了 你除开你自己的生活费 除开你的开销 你还能剩多少钱呢 是吧 我让农村里面的女孩子 是吧 没有读书 没有上过学 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我把她们带到这个互联网上面来 让她们拥有了这么多的粉丝 这么多的家人 教她们怎么卖货 教她们怎么拍视频 教她们怎么直播 是吧 教她们怎么做人气 教她们怎么维护粉丝 让她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有了有了一席之地 让大家认识到她 让大家都喜欢上她 我没有功劳吗 说到有道理 地球没有你可能就不转了 不是地球没有我照样转 但是如果没有我 这些农村里面的孩子 这些农村里面的姑娘 或者农村里面的这些男孩子 女孩子 她们会这么快 接触到这个互联网吗 现在我的成绩全部被埋没了 我的所有的功劳都被埋没了 如今剩下的 全部都是对我的骂声 对我一片骂 败坏我的名声 说我跟什么这个女的在一起 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说我跟酒吧女有关系 或者怎么样 这些东西不是你们这些人 传出来的吗 是吧 你们是不是在败坏我的名声吗 你们这叫什么 这叫没有良心 有良心的人 绝对不会做出来这些事情 是吧 对 人要做到什么 吃水 不忘挖紧人 对不对 这样吗 就像依依仙都说了一样 依依仙都说了一句话 非常要道理 我拿钱培养你 你却成了一个叛徒 是不是 说直白一点 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说我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有一个西餐的就是什么阳心 你们懂的 以前我拍过他 一点良心都没有说实话 讲什么良心 做人都不会 我跟你说 人你不会做 那你就去做狗 知道不 不会做人 那就去做狗 狗没有良心 虽然狗没有良心 但是狗他至少是忠诚 对 一种我帮了他这么多 我帮了他这么多 现在反过来说 我让他亏了亏了一年百万 当时你去吃狗屎去了 小东喝多了吗 今天确实喝了一点 我是一个没有功劳的人 对 一种也好 什么杨心 什么那些 所有人也好 现在你们在互联网的这些成就 都是你们应得的 都是你们自己努力来的 不是我成小都给你们的 是吧 不是我给你们的 是你们自己天生就会玩互联网 天生就会做流量 天生就有这么多的家人喜欢你 天生就有直播间这么多人 是不是 天生就会玩互联网 还你米了没有 没有还我米啊 没有还我米 说实话我培养 我培养了这么多人 我没有想过我要让他们有什么回报 真的 哪怕他们请我喝瓶水 我这 哪 哪怕他们要请我喝瓶水 这个事情我都没有想过的 知道吧 我都没有想过要喝他们一瓶水 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 我做这件事情我也不是为了别人啊 我是为了我自己 说白了啊 这是不是实话 开不久了 开了差不多 20分钟 不是30分钟的样子 30多分钟 说实话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当你选择 又背叛我的时候 我就会远离你 我就会抛弃你 我就会不要你 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对吧 这样吗 但是我一直忍让 一直忍让 一直忍让 只会让你越来越得寸进尺 给你一点阳光 你就灿烂 是不是 给你一点阳光 你就灿烂 但是你别忘了 阳光是我给的 没有我给你阳光 你何来的灿烂呢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种 这次我一定会跟他干到底 狠话 我已经说出去了 吐出去了口水 我不可能再把它舔回来 说出去的话 我也不可能再把它收回来 十天之内 我一定会让一种 笑不起来 半年之内 我一定会让他破产 他觉得我现在 一无所有了 是吧 好欺负 多么现实呀 好现实 太现实了 超级现实 这他们没见过 这么现实的人 是不是 现在我不行了 现在我不当老板了 现在我没钱了 现在我成为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人了 你就过来欺负我了 同样都是男人 哪有那么好被欺负吗 是不是 送易仙东一句话 末期少年穷 好不好 末期少年穷 风水轮流转 你刚刚把他夹压 这个会夹着你 会夹着是吧 嗯 他会把你夹 应该会夹个洞 嗯 你要吃泡面吗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 有肉鱼有菜 怎么不吃呢 末期少年穷 我能 我能 让一个普通的人 让一个普通的人 算了 不说 感谢同量姐 哇 谢谢送来的 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 啊 每天在直播节里面骂我 纸迷倒性的骂我 陈小冬 败坏我的名声 说我是渣男 跟这个人在一起 跟那个人在一起 啊 你就对了 我陈小冬 我在直播节里面说一点啊 说一点实话就不对了 是吧 就觉得我太狂妄了 是吧 就觉得我特别自大了 是吧 啊 就觉得我非常高调 是吧 啊 泡面 你问他们吃不吃呢 你吃不吃 我不吃 我减肥 对 很多粉丝都说我 长黑了 长胖了 都把我取关了 又我没有吗 啊 我没有吗 我 他妈 我问了要长肉有什么办法 但是我直播间家人们说我又 又胖又黑 都被我都把我取关了 那不是正常的人吗 又不是都 我下去 做个好 我下来